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朋友 这个限聚令是否令到我们 都慢慢变成孤独症 留多时间在家里 又工作从家里 各种原因 也没有什么动力去约朋友 因为就算是出街喝茶也好 吃饭也好 只限于两个人 那你又约了多少个 你会想和他单独吃饭的呢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原因 或者交情 而我也是惯了一个人 所以其实孤独也好 限聚也好 怎样都好 我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活动的 而其中一个活动 我很喜欢的就是去逛街 逛街是当是另一种运动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你在街上看到很多不同的景致 可能是同一条街 不同的天气 陰天 晴天 晴天 你都已经看到不同的风景了 我一直就很喜欢走中环 上环那边 因为很多独立的小店 尤其是近年 其实多了一件事 我很喜欢去 有空供入去看看 就是一些画廊 美术 也不算是管的 画廊 是一些小的gallery 然后在一些楼宇上面 它未必是在门口 它不是地铺 要上若干层楼 你就会找到的了 你要留意香港的 这个艺术界的消息 你就会找到这些不同的艺朗 画廊 最近我就去看了一个展览 我觉得都挺inspiring 挺好看的 它其实是一个老牌艺术家 已经享誉国际了 它本身就是一个希臘人 你知道希臘的名字 很长的 又难读的 于是 世间都简称它做Tarkis T-A-K-I-S 这样的名字 它已经九十多岁 它也在去年 2019年 不是去年 是2019年的时候 就是离开了人世 九十多高龄的时候 它做的艺术作品是怎么样的 很有趣的 其实它不是一个平面艺术家 它不是只是画一幅画 或者拍一张照片 它那些东西是很多 机械式的互动 尤其是磁力 和金属 互相牵引 引发到一些动作 一些活动 亦都会产生声音 它们这种 叫做Kinetic Art 它设计做的作品 有一些好像雕塑 也叫做Kinetic Sculpture 它这些作品 全部就是 现在 暂时 它在过去三 它选择了三十年 就是由 它六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的一堆作品 就放了一个展览 在中環的一个艺术空间 大家有兴趣 可以上网去找 我那天看了 就觉得 真是很开心 令到刺激到我们自己的很多想法 亦都想到很多东西 看到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 我们做一个创作的时候 你未必是真的立体 是一种三维的立体 亦都可以是四维的立体 因为它提供一些声音给我们听到 它亦都会用一些灯光 好像一些讯号灯 这样的灯 就会来 藉着这个磁力 就会发光 这样的 是很有趣 很值得 你可以和一些小孩子 小孩子 去看看 亦都模仿的 可以刺激一下他们的想象力 創作力 而这个 就是带出了另外一种 美学的观想经验 不是我们平时看的那种视角艺术 这个展览应该是会做到2021年的2月 除了我们在视角上吸收营养之外 我们在身体也吸收多些养分 精神上有养分 肉体上也要有养分 今天我煲了一个什么漂亮的汤给大家喝呢 一会儿回来告诉你 好 我喜欢乖 你年轻人的诏ot 你 很清新的 你 我 counsel 你 对 今天这个牛尾汤已经完成了 有很多食物 有牛尾 有薯仔 有红萝卜 可以当一顿饭 然后又很暖和 很暖胃 有时候有牛尾会酥酥的 其实我不觉得 你可以在最后吃的时候自己加一些黑胡椒 这个汤我觉得很有节日气氛 如果是圣诞新年 或者是祖节的时候 甚至是有家人生日的时候 都可以煲这个汤出来大家一起喝 当然有朋友如果不吃牛肉的话 你可以用猪尾来代替 我没试过 但是牛尾和猪尾应该都是一样的功效 或者是一样的差不多口感 当然味道一定很不同 但是在一个这样的冬天的天气里面 有一碗暖粒粒辣辣的汤落土 是零四觉得做人的意义会回来的 下个星期再见 3 3 4 8 7 7 8 4